第29季 树上开花 这一季的原文是 借局不适 利小势大 弘见鱼路 其鱼可用为一意 意思是说呀 利用当前的局势不止有利的阵势 虽然力量比较弱小 但阵势却是非常的强大 这就像是《易经》中的《剑挂》中所说的那样 弘见鱼路 其鱼可用为一意 也就是 弱小的红艳的羽毛 可以用来编织成舞剧 拍出大阵势的舞蹈来 树上开花之际 讲的是势力相对弱小的部队 通过对当前局势的合理把握 而改变自己的外在形态 排出适当的阵势来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如同羽毛丰满的红艳一样 在古今的战争史上 有许多经典的战力就是运用了树上开花的计策 东汉末年 军阀混战 战乱频繁 当时的刘备啊 兵少将寡 势力非常弱小 多次被敌人打败 不得不前往荆州 投奔刘表 后来刘表病死 荆州便由他的二儿子刘从执掌 曹操趁着荆州人心不稳 亲率大军南下 他先是进攻刘备 刘备无力抵抗 便率领军民向刘表长子刘齐震首的江下撤退 但是啊 由于老百姓惧怕曹操大军到来后会烧杀抢掠 都想跟随刘备逃跑 军民数十万人呐 行军的速度非常慢 很快 曹操的先头部队就在当阳追上了刘备 刘备士兵本来就少 又要掩护老百姓撤退 哪里能够抵挡曹操的精锐之师啊 没多久 刘备的军队便被打败 军民也是七零八落四处溃逃 连刘备的两位夫人和儿子都在乱军之中失散了 刘备狼狈至极 为了逃命 命令张飞率兵断后 张飞 只有区区二三十名骑兵 如何能够挡得住曹操的大军呢 张飞虽然外表鲁莽 但每逢大事 却也心思缜溺 他不慌不忙 让手下的二三十名骑兵下马 到树林里去 砍一下树枝 然后将树枝绑在马身上 又命令使兵们骑着马 在树林附近打转 马身上的树枝扬起了阵阵的沙尘 这时 张飞一个人骑着大黑马 手拿杖八长矛 威风凛凛的立在当阳桥头 曹操率领大军赶到 一见张飞单枪匹马聚首桥头 觉得十分奇怪 他本打算下令过桥 这时 只见张飞后面的树林里 扬起了阵阵尘土 曹操便以为张飞设有伏兵 张飞见曹军没有动静 大吼了一声 喝道 这一声吼啊 恰如晴天霹雳一般 吓得曹军是魂飞魄散 曹操担心中了埋伏 便下令撤兵 就这样 张飞 仅凭着二三十名骑兵 巧妙地运用了树上开花的计策 虚张声势 吓退了曹操 为刘备率领军民撤退 赢得了时间 在战国时期 燕昭王即位 既恨当初齐国攻打燕国 便想着报仇雪恨 他施行德政 立贤下士 没过几年呐 燕国就强大起来 这个时候 齐国国军荒淫无道 不理朝政 燕昭王见机会来临 就封越义为大将 率领大军攻打齐国 越义不如使命 带领声势浩大的燕军 一举攻占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 只剩下了举县和吉墨没有攻下 这两座城池十分坚固 一手难攻 所以越义不想损伤士兵的性命 硬攻 只是命令军队围困两城 使他们粮绝之后出城投降 吉墨城中有一个叫田丹的人 很有谋略 当时 吉墨主将病死了 大家推举他为主将 没过多久 田丹得知燕昭王去世了 太子即位 这就是燕惠王 田丹知道 燕惠王做太子时 曾经污蔑越义 而遭到了昭王的惩罚 因此对燕惠是怀恨在心 便认为打败燕军的时刻来临了 他命人悄悄到燕国去散布谣言 说越义想当燕王 只是昭王在世不敢贸然行动 如今昭王去世 越义肯定没有顾忌了 他之所以不攻打吉墨举县 就是想收买人心 要是燕国派别人来呀 早就把这两座城池攻克了 燕惠王听了谣言 信以为真 便派大将齐杰去替代越义 越义知道惠王对自己怀恨在心 怕性命不保 便逃亡了赵国 齐杰一到啊 便下令功成 但是没有效果 这时 田丹又让人散布谣言说 岳将军以前太仁慈了 抓了俘虏 竟然还好好对待 城里的人当然不会害怕 如果把俘虏的鼻子割掉 齐国早就吓得投降了 还有人说道 我们的祖坟就在城外 要是燕军把他们挖了 我们可怎么办呢 齐杰听了这些言论呢 当即下令将俘虏的鼻子割掉 然后挖了齐人的祖坟 城里人见了 个个是义愤填膺 纷纷向田丹请战 田丹见将士们同仇敌凯 便决定晚上进攻燕军 他让士兵找了一千多头牛 然后命人把他们打扳起来 上面盖着被子 画上大红大绿的花纹 牛脚上绑着两把尖刀 尾巴上细着进了油的芦苇 到了晚上 田丹把士兵们召集起来 准备攻打燕军 大家士气高涨 蓄事待发 田丹下令凿开十几处城墙 把一千多头牛牵出城外 然后下令点燃牛尾巴上的芦苇 牛受不了疼痛 发狂般的向燕军阵地冲了过来 齐国士兵紧随其后 一时间 呐喊声 锣鼓声一同响起 把燕军士兵从睡梦中惊醒 他们一看 哎呀 火光冲天 成百上千 长着尖角的怪兽冲了过来 吓得腿都软了 哪里还顾得上抵抗啊 燕军士兵被牛顶死 踩死 被齐军杀死的那就是不计其数啊 齐杰想要杀出一条血路 结果也死在了乱军之中 就这样 田丹带领齐军大胜燕军 齐国各地的百姓们得知燕军被打败了 都纷纷起来反抗 很快就将失去的城池夺了回来 田丹之所以能够打败燕军 收复失地 很大程度上就是运用了树上开花的计策 利用火牛壮大声势 使敌人心生畏惧 然后一举消灭了燕军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一季树上开花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让我来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